大家好 这里是中美大事随身听节目的第19期 欢迎大家收听或者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节目是专门为您的耳朵准备的 让您通过耳朵去接收到 中美之间发生的一些超级大事 以及我们具有独特视角的点评 今天我们谈到的话题 其实我在过去的几年 已经跟很多很多的同学和这些同学的家长 去聊过这个话题 那么今天是我第一次把这个公开出来 什么问题呢 就是针对于咱们在美国的华人孩子 不管你在中学还是在大学 你们都需要为自己的简历增加更多的亮点 但是我做公司这些年来 收到了很多很多学生的简历 但很可惜 老实说95%以上的简历都是很平淡的 因为简历上除了课程的GPA之外 其他的一些经历和相关词都没有特别突出的地方 不过这也难怪 这些孩子们在学校里待的时间太长了 他们和这个社会是脱节的 缺少了社会实践就没有办法去感知社会问题 那也就没有办法想到一些比较亮眼的活动 想法并付诸实践 尤其是对一些高中生想申请大学的来说 高中生能提供的课程以外的东西就更少了 而且即使参加了一些活动或者公司的运营实践 更多的呢都只是参与者 这样的话除非你确实是属于那种特别牛的孩子 得了各种各样很多很多的奖项 否则啊所有的简历和自我介绍也都差不多 很难让学校也好雇主也好 能一眼看到你的独特之处和过人之处 而且啊美国这儿也不是很流行放照片之类的 像我之前在中国申请美国的研究生的时候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啊长得不是说很帅 而是说比较偏书生的气息 所以虽然我明明知道美国的申请材料中 并不建议放照片 但我还是放了一张我的生活照 压了膜啊 并在上面写了一小句 我自己总结的比较向上的生活体验 现在我还记得当时 我写的中文大意识 在我眼中幸福的定义是什么呢 幸福就是第一 我对现在的生活感到知足 但是呢我也不满足 并拥有更高的目标 每天呢都在做一些事情 向那个目标努力 而且呢我还可以经常感受到 自己离那个目标越来越近 这就是我认为幸福的定义 到现在呢仍然是有效的 最终呢我还真的因为这张照片 就收到了ASU 就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一个老教授的offer 为什么我知道是因为这张照片呢 是因为他亲笔写给我一封信 大意就是啊面对长成这样的人 又有这么多奖项 他没有理由不相信我是一个好学生 不过很遗憾的是 我最终啊还是辜负了这位老教授 因为我现在从事的 已经不再是自然科学领域了 而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工作 因为我认为这个社会 更需要我这方面的才能 而另一个更遗憾的是什么呢 我最终一共收到五个全奖的offer 其中只有一个是来自于一位女教授 如果说这学校里面 男女教授人数差不多的话 那也就说明我的照片 其实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但如果男女教授人数 确实接近于4比1 甚至更高的话 那么这个照片 还真有可能这么起作用 当然这些呢 是我自己半开玩笑了 但其实讲的核心内容呢 还是说你要让你的神请材料中呢 有区别于他人的内容 那么接下来我就专门 针对咱们华人的高中生孩子们 提几个社会实践的建议 如果你真能完成其中的一件 那么恭喜你 你肯定比其他同学的简历 多了很多夺人耳目的东西 绝对会增大 你进入好学校的可能性 而且退一万步讲 即使没有被你最心仪的学校录取 但只要你继续坚持这样的实践行为的话 你也会最终被好的公司录取 甚至自己就直接成为一个创业家 好的 那在我给大家介绍任何社会实践建议之前呢 我先告诉大家 不管是简历也好 自我介绍也好 在大家的背景都差不多的情况下 别人最看重哪几点 第一个呢 是你有没有独特于其他同学的关键词 那么换位思考一下 如果你面对几百份差不多的简历的时候 你在看每份简历时期待了什么 对了 一定是期待看到下一份简历 给你呈现出一些特别的东西 不是吗 OK 那第二个呢 就是你的社会活动 是你参与的 还是你组织的 因为参与者呢 永远都有打酱油的嫌疑 所以人们啊 更愿意看到一个组织者 而不是一个参与者 第三呢 就是你在你的简历上对这些社会实践描述的时候呢 有没有定量的用数字来展现你在这个社会活动中的一个能力 因为人们呀 对数字会更敏感一些 比如说 如果我写的是 我高中生活的时候啊 经常帮助老人过马路 那就不如写成说 我高中的时候 我一共帮助了60位老人过马路 这样呢 会更让人印象深刻一些 OK 接下来 我就针对上面的几个重点问题 提出一些社会实践的建议 这分为商业性质的 以及社会公益性质的 OK 第一个建议什么呢 就是帮助本地的商家提升他们的客户数量 比如说呢 你家附近有一家餐厅 你不用去找那种连锁的 就找那种比较小的 你觉得这家饭店的菜呢 还挺好吃 可是这个店的客人却并不多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可以考虑一下 你可以做些什么呢 那你其实啊 可以把自己当做一个市场营销人员 你先自己悄悄地观察和分析 那客人不多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因为很多情况下啊 当局者谜 饭店老板自己可能并不清楚 自己在品牌营销上有哪些不足 甚至是错误 而你呢 作为一个普通客人 你能看到的会更清楚一些 那么 如果你有了一个结论 找到了一个相对比较核心的问题 那就再想想 根据现在的情况 你有没有可能给饭店提供一个 基于现实的有效的解决办法 如果有的话 恭喜你 你这个时候就赶紧去现身 去找老板 说我可以帮你把顾客数量 提升百分之多少多少 但我需要你的配合 那如果你需要我帮忙 我可以免费参与实施这个计划 那在这个情况下呢 老板啊 可能会同意 也有可能会觉得你的计划 太不符合现实 或者根本不屑于 与你交流这方面的问题 这些都是正常的 因为第一啊 你的计划可能真的是缺少现实基础 它过于理想 因为你并不是这个行业中的人 并不了解 要做按照你的计划上的这些改变 对一个饭店会有多大的影响 当然了 也有可能这个老板确实是比较短视的 所以万一老板拒绝了你啊 也不用灰心 你有两个选择 一种呢 是继续跟他隔三差五的磨呀磨 那么当然前提是你还是觉得老板 他人还不错 还是可以有可能跟他继续合作的 另一种呢 干脆再换一家呗 但是不管最终你的计划成功与否 你在这前后的过程中啊 一定提高了很多 也许啊 这家店的计划 可以同时用在很多家其他的饭店上呢 那如果说你的计划 被饭店老板接受了 那么你们实施之后 确实带来了很多的客人 那就太好了 那么你要做的呢 就是第一把计划实施前后客人数量的变化幅度记录下来 第二呢 把你的计划用最简单的一两句话 连同上面的变化幅度的这个数字呢 都写在你的简历上 第三呢 用同样的方式去寻找其他的饭店 或其他任何本地的小型店面 做同样的事情 坚持下去 关于在这个简历上写这些数字啊 我在里面有个技巧要分享给各位同学们 那么在你写下来 上面的这种变化幅度的数字的时候啊 你有两种表现方式 一种是用绝对的数字 比如说每天增加了十位客人 那另一种呢 是用百分比 比如说客人数量增加了百分之十 那你要比较一下这两个数字 最终去选择那个 看起来更大的数字放到简历上 不过一般来说 接近或超过百分之十的百分比啊 就会更吸引人一些 因为这个给人一个暗示说 你的到来影响了整个饭店的一个经营和运营情况 因为它是一个百分之多少吧 对吧 那比如说饭店之前每天有五百个客人 你来了以后呢 每天增加了十位 那么这样的话也就是百分之二的这样的变化幅度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就显十位更好一些 就是说我到来以后每天增加了十位客人 为什么呢 因为百分之二的这个变化幅度啊 太小了 给人印象就是有可能来自于其他的因素 那如果饭店之前每天五十个客人 你来了以后呢 增加了十位客人 那你一定要写百分之二十 而不是十位 那这就是非常显著的一个效果查案 对吧 或者还有个小技巧 就是用一个长的时间段 而不是短的时间段 来做这样的表示 比如说上面我们说了这个每天增加了十位客人 你就不如写成每个月增加了三百位而来的震撼一些 但是要记得有一条 我们上面这个技巧啊 是虽然写成一 但让人看起来像十 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把零写的让人看起来像是一 或者干脆把零写成一 那前面我刚才教的呢 是形象包装的问题 那后面这种呢 就属于根本性质问题 是我们绝对不提倡的 就是你不能撒谎 对吧 所以呀 如果上面的例子中我提到的 你确实只改变了百分之二 那么其实你要再仔细的研究一下 这百分之二的变化 是不是你的计划带来的 如果不是的话 你也不要写在简历上 因为那个就属于一个性质上的一个问题了 好了 上面讲的是 如果你的解决方案帮助到了这家店的情况 但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以回来总结一下 那么要不就是你的方案还不够接地气 要么就是老板太保守 没有坚持贯彻你的这个新的方案 那么如果你需要帮助的话 你也可以把你的文案的中文版发给我 我可以帮你看一看 但不管怎么样 我会建议你坚持这样做下去 要么就结合老板的反馈 修改自己的方案 要么就换一家饭店 从头再来 那请你注意啊 这并不是浪费时间 这每一步的思考和实践都在提升你自己 哪怕最后一个也没有做成 也不用担心 因为在这整个的过程中 你把自己当做了一个老板 做了大量的调查思考实践 跟顾客也好老板也好 都有了交流的机会 今后不管你在做什么呀 都可以把这些经验直接就拿过来用了 上面只是举了一个饭店的例子 大家可以把这个例子自然的扩展到 所有身边的行业或者组织 包括一些工艺组织 比如说我们身边有洗衣店 有洗车铺 有修手机的店 有美发店 有我们公司旗下的美中快递的店面 这些呢 你们都可以去了解一番 他们可能都需要你们的帮助 那如果你是一位从中国来读高中的小留学生 那么因为同学们的群居属性 其实你有更好的便利 去给这些服务行业带去更多的客人 比如说最简单的洗衣服的问题 那你可以联系洗衣店到同学们的家门口 上门取衣服 如果他们做不到 那你就可以先联系周围的同学 给同学们提供上门取衣的服务 数量只要多了 洗衣店自然就会有利润 自己去长期提供这样的服务了 而你在你的简历上 就可以添上类似这样的内容 说你为一个已经开了十几年的洗衣店 针对某个新的市场 做了专门的营销和运营计划 计划实施之后 该集店在十四岁到二十岁 这个群体的业务量提升了百分之七十 那么如果我看到一个简历上 有这样的描述的话 即使我还没有确定说要不要录取你 我都想进一步的联系你 因为我想听听你到底是怎么做 那换成你的话 难道你不是也会这样想吗 这就是这个实践的价值所在 那我们身边的一些公益组织呢 其实也需要大家提供更多好的想法 比如说我们所在的圣地亚哥 本地的目前比较成功的公益组织 像YCC ACCEF 这些比较大型的组织 以及我所在的中国文化交流协会 都仍然需要更多年轻的想法 和年轻的实践来帮助他们再迈向一个新的台阶 所以你可以去实践的地方有的是 就看你自己要不要首先迈出这一步了 好了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下半部分留到下一期再说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YouTube频道 Connect USA and China 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一路直北 我是微青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